打開來,不過你會發現第一次指引比較花時間 第二個工作區,因為我上禮拜是 把它放在低疊底下 所以低疊底下不會還原 那底下我有建一個叫Jungle底線的Workspace 這個就是將來我專案放的位置 我把它爛取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它就會直接把它打開了 那打開之後的話 當然呢,如果你的環境 是用懶人包 做法也一樣 你只要指向是你之前的工作區 它一樣會幫你把之前的專案 也一樣會幫你把它打開來 不會有影響的 所以無論你是新的環境或舊的環境 其實都可以把之前做過的工作區打開 那因為我們之前做的這個環境是有中文化 所以這邊的話是中文化 懶人包裡面沒有中文化 所以懶人包如果你打開來的話 可能會看到的是裡面 它有一個什麼,要不要update 先把它關掉好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你還要再確定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你的那個環境 是不是之前的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裡面呢 是不是有沒有把那個 我們的 這個Eclipse 跟Python做串接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再找到什麼呢 在那個 PyDIF這邊 裡面我前面講的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PyDIF裡面這個 這個 Python的這個什麼 interpreter這個地方 那確定一下你的那個環境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如果已經是下面有韓式庫的話 那OK 恭喜你應該是做正確 但是如果沒有 比如說像你們用懶人包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要重新設定 這個地方應該是空的啦 如果是懶人包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是空的 那你就要必須怎麼樣 再把懶人包裡面做個新建 告訴他說呢 瀏覽一下 瀏覽你的Python的環境放哪裡 那基本上我們Python的環境是放在 我們的Eclipse跟木屋底下會有個 就是這個吧 這個路徑底下 低疊底下的Eclipse 底下會有個這個 Python的3632 那你就把它的執行檔 這個Python.exe 選起來告訴它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Eclipse要執行東西 一定要找到它才能執行 如果沒有找到它 那就無法執行 所以特別注意 尤其是什麼時候會 就是你在執行的 按下上面有個執行的時候 發現它跟你講說 它找不到這個東西 意思是說你沒有連結 所以之前同學 當然比較容易錯的 就是環境沒有連結 那我只要選取它之後 它也會幫我找到相關的資源 並且問你說 要不要順便一併幫你載入 那當然要 因為系統相關的DL 就是動態連結程式庫 Library等等的 甚至它也應該會找到相關的一些Package 也有找到什麼 其實最重要這個 有沒有 Jungle 有沒有看到 我們之前裝的是1.11 它也會自動幫我載進來 但如果說將來 你會發現 如果你打這個地方沒有Jungle 的話 那可能你將來在開發Jungle 就會有問題 所以 有時候 在載進來的時候 順便瞄一下 那沒有問題 就把它按確定 它就幫你載進來了 這個可能要設定 另外就是 這個裡面開發 將來會有中文 亂碼的問題 我前面講過 你可能喜好設定裡面 的一般 Jungle裡面的Workspace 這邊有個工作區 工作區裡面 記得 這邊要改成UTF8 其他應該就OK了 我想 其他部分 就大概不用設定了 主要這些 一定要設定 或是講的就是 一定要設定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有做了一個叫 First Project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 最後呢 我做完之後呢 把它執行起來 那執行的話 一優標一定要放這邊 二呢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一定是執行為 這個 那執行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程式裡面 該做的事情都做了 比如包含View也有鍵了 然後URL也有設定了 然後其他部分呢 也都做了 那你會發現呢 底下應該就是 黑色的字 但如果說 你有一些部分做錯了 那你可能就是 底下會有一些 紅色的字出現 那最後的話 它會告訴你說 喔 它已經幫你 把這個Server RUN起來了 並且幫你把它 建立在 這一個位置 特別注意喔 HTTP 我們應該都知道啦 是一個網址嘛 帽號 後面是一個IP位置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IP位置還蠻特別的 127.0.0.1 這個指的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這台電腦 也就是你這個Server RUN起來的東西喔 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別人 是 看不到的 OK 所以喔 上禮拜後我同學馬上就會 想到 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希望 讓別人的電腦 也能夠看到我RUN起來的東西的話 那怎麼辦 這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要修改你的IP位置 不然的話別人會是看不到的 第二個的話呢 帽號 後面的話 它是8000喔 這個後面帽號 帽號後面這個數字指的是一個POR POR的話就是你的那個連接戶 那個POR 它用哪個通道 那通道8000這個通道 它可以進出 可是問題如果你今天是用HTTP喔 通常預設的那個呢 是 80 80 的POR喔 不過我們因為喔 可能要避開80 所以我們 這個地方的話 就稍微就用8000喔 那如果說我今天啦 假設啦 我要修改它 有沒有辦法改 當然可以啦 不過怎麼改 我們後面再來看好了 那我們把這個部分複製一下 上個禮拜的東西 如果理論上 你應該 假設你開一個新頁 貼上之後喔 ENTER或直接貼上 當然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HALO Python 那表示你應該是成功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 那 上禮拜的重點喔 我們等一下 你會發現 如果有RUN過 它下面會顯示是紅 這時候紅色的字是正常的 各位不用擔心 因為上禮拜有同學說 老師我怎麼下面有紅色字 因為你有執行過 它有互動 它會顯示這些東西喔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上個禮拜的那個 相關的重點 那待會的話喔 我們再把一些 這個專案裡面的設置部分的重點喔 我們再做一些簡單的回顧啦 然後我們就 要繼續來看 在其他地方有沒有辦法再新增 不過我是建議喔 如果你們回去喔 我是建議你可以 把這個專案再刪掉 再重做一遍 如果你全部都可以RUN成功的話 那表現就OK了 那但是特別主要刪除的時候 如果你想說 我回家要重新做過 但我已經做過一個 我希望把它刪掉的話 這個刪除的時候喔 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還要再建一個名稱 是First Project的話 這個地方請注意喔 之前有同學也是常常發生這個問題 就是刪除磁碟 磁碟上的專案喔 記得喔 你這邊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沒有打勾的話呢 他其實只有三專案 並不會把你專案 放在這個工作區裡面的這個目錄刪掉 所以你下一次如果他再建立一個 一樣的名稱的專案 他就會告訴你說不行 好所以特別注意喔 假設啦 我們如果說要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重點回顧一下 請你把它再刪除一下 我們待會再來看一下喔 那因為剛剛有RUN過啦 所以這邊有個什麼刪除 因為正在執行 所以你要先把它停掉再刪 不然的話有些東西可能刪不掉喔 好那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自己停止 我看應該這樣刪就OK了 有沒有 你一定要把它停掉 如果你沒有把它停掉 它會出現錯誤 那待會的話我們再幾個 就第一個 再把上禮拜的再RUN一下 第二個 再講一下有關那個IP位置的部分 再來就延伸會多增加一些東西進來 會不會再與這招牌的同時